你觉得我们家这个环境 适合你们五个女孩里的谁的口味和什么味道 官居尔吧 官官吧 因为它颜色比较清淡 然后整个比较简单 你自己现在家里的主色彩是什么色彩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跟这有点类似 因为我们家的墙面是那种乳白色的木头的 也是属于减欧式装修风格 所以我采用的家具也是属于美式家具 但是我们家家具没有这种浅的 我都买的深色 但是我沙发是用的这种浅色 然后配的也是这种很多颜色的靠垫 家里一般会放一些什么摆设吗 比如一些工艺品 对说到摆设 然后我今天给你带了个礼物 因为是新约对话 所以我给你带了一个新鲜 希望希望你喜欢 谢谢 谢谢子文 真的好贴心 咱们摆哪呢 看一看 你看啊 放在这展示柜里 摆在这儿 感觉怎么样 放在那个书上 怎么样 你看还不错 不错 跟下面那种花 对 呼应得很好 其实一般女孩子的家 就是卧室也很重要 有的时候就是 我看有一些人的那个家 卧室的色彩 跟它整体的色彩是不一样子的 有些人会弄成粉红色 或者你们家卧室人的什么颜色 我的卧室墙纸贴的是那个 有点浅浅的金色墙纸 就是有点反光的那种 bling bling的感觉有一点 那你跟曲萧萧有点像 对 因为我的床 我放了一块绿色的丝绒背景的床 就是床后面做了一个蚊帐 因为曲萧萧那里也做了一个蚊帐 是啊是啊 但是我不是那种拿开的 我只是一个装饰的蚊帐 在后面背景 来我们家卧室来看一下 我们家卧室是没有蚊帐 但我知道你很喜欢蚊帐 我喜欢蚊帐 喜欢躲在蚊帐里面说蚊子 尤其在睡觉前 你是我的真爱粉 是啊 这个你们都看到 对 然后长大的时候 蚊帐就像曲萧萧那家一样 就是蚊帐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在蚊帐里面就会更有安全感 对对对 总觉得这个封闭的空间 会带给你一些安全感 所以你看你说这个 欢乐颂的这个美工就真的很棒 我看当时你是刚刚到剧组的时候 然后你也发了一条微博 就是说哎呀 曲萧萧的家弄的真是很好 这是我真的是第一次 就是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我是觉得第一次家里装的这么好 你所有的细节出 你拿开每个抽屉都有相对一个道具 都不是空的 对 就你根本可能我这部戏 我都不会去拉开那个抽屉 但是它里面全都放满了 真的 就是你看到我们 我的那个衣帽间的衣服 全都是道具准备的 都是他们做的 我的那个首饰香水 一些购物袋全是道具做的 对很用心 对啊所以人家说 就走进一个人的家 就能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 对对对 嗯 那我还很好奇就是 二十二层楼 你们真的是找一个公寓吗 还是是搭了这个景 搭的 其实我们搭了一层楼 之所以我觉得大家观众也爱看这个戏 是因为我们这个戏 是专制玛丽苏 王硕 他属于什么样类型的朋友 他属于粮食业有型的朋友 他还真不是所有人眼里认为的 就是只是一个作家而已 他远远高于大家对他的身份认可 他的高处就是他永远会给你一个 你从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 我这也是先拧巴他 你知道吗 你妈他你咋了我吃醋我怎么了 然后我就告诉我 我什么事不高兴 我也会直接跟他说 我没撒娇了 我就是拿着枕头就挤进去而已 就说我不行 因为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 都这样 只要看恐怖片 一定钻他被窝 他都习惯了 只是觉得你都这么大了还钻呢 说你能别看了吗 那个时候你毫无任何杂念 我觉得那是纯粹的 就是你都不知道你这个男孩子 为什么吸引你 就是那你就觉得 哎呦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他 而且你好你的世界 除了他没有别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魅力 不在于脸上有没有褶 这个东西太太短暂了 我觉得我现在比我以前可爱 比我以前美 随着欢乐送的热播 二十二楼五美的日常 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五美中最具话题度的 当属曲萧萧了 所以我们就把曲萧萧的 扮演者王子文 请来节目做客 关于曲萧萧的评价呢 有两极分化 爱她的人就爱她的 拎得轻和心直口快 讨厌她的人呢 则嫌弃她的视力和骄纵 那么作为当事人的王子文 怎么看这个有小妖精之称的曲萧萧呢 你能客观地评价她吗 曲萧萧在第一季主要起到了一个 就是推动剧情的一个作用 就是在没有大事的情况下呢 曲萧萧就是会去惹事 在有问题的时候呢 她又会去解决事 她是一个 其实她确实有一些问题 就是身上有一些毛病 但是我觉得22楼每个女孩子 都不是说一个完美的 之所以我觉得 大家观众也爱看这个戏 是因为我们这个戏 是专制玛丽苏 对啊 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曲萧萧的出现 她已经取代了 傻白甜和玛丽苏 这个当女主的时代 对 曲萧萧 我觉得她就是在一个 缺失家庭温暖中长大 否则她不会是那种 任性霸道的性格 对 像她那种爱惹事的这种性格 一定是从小 就是父女对她的关心不够 她会自己去惹 这个事儿 然后引起父女的注意力 对 所以曲萧萧是一个 她也不想去在意 别人怎么看她 就是我就是活出 我自己想要的自己 就是这种 其实这种自信 也是我挺羡慕的 因为很多人 其实方方面面 把自己有一些东西 给藏起来 希望说去得到别人的好感 包括我也会 那曲萧萧就能活出 就是无所谓 我觉得这是一种 多大的自信 才能支撑起这样的一种心态 其实我就是真的是 从内心我觉得 这种姑娘挺难得的 即便是说她有时候 说说的话不是让人喜欢 但她骨子里的那种洒脱 她的率真 是我真的是欣赏 是 生活中如果真有曲萧萧这样的人 其实她的生存空间会挺小的 是吧 因为现在大家都太中庸了 其实我觉得 生活中有曲萧萧这样的朋友 她她也是分的极端的 有一帮她的很好的朋友 有一帮她的很好的朋友 有一帮她觉得曲萧萧这人 离她远点 就我忍不起你 我躲不起你嘛 就这种 因为喜欢曲萧萧 要么就是觉得 像自己像曲萧萧 嗯 还有一种觉得我想成为曲萧萧这样 我也想活的这样 就是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那还有一种不喜欢曲萧萧的朋友呢 可能就是觉得天哪 那我身边要有个曲萧萧 那我还不得反腐 就这人太讨厌了 大家看角色的时候 就是把自己放的立场里面 你的感觉是不同的 对 现在二十二层这个五个女孩子 个性完全不同 那如果单从你的角度 更愿意跟谁做朋友 其实我觉得我都想做朋友 我觉得每个女孩子都可爱 就是生活中的朋友 不能是一个人 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曲萧萧 是因为就我还 我是能接受她这种直性子的 我觉得她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 她在的时候是充满笑声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愿意跟一个 能带给我欢乐的人做朋友 还有一个就是她够仗义 就是我交这样的朋友 我觉得我有什么事 曲萧萧肯定能帮我 至于这三点 我觉得我还是首选 曲萧萧做朋友 当然就这几个女孩 我都喜欢 我看戏里几个女孩 就是虽然有这个烦恼 但大家在一起 还是很欢乐的 就跟你们在拍这个戏的过程中 你们几个友人相处 也是很欢乐的 是吧 对我们拍了有一个月 三分之一的时候 然后养子组了一个群 然后我们五个女孩 就加到群里来了 当时 因为平时吧 拍完戏回去 大家也没有更多的接触 然后自从有了这个群以后呢 就每天我们都在群里聊天 就是一下就拉近了 我们五个女孩的距离 因为最开始进局组吧 你也 你女孩子比较多 你就会觉得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人相处 就自从有这个群 大家一下就 就变成好姐妹了 就没事 就除了戏里边的事 我们也会去分享 什么好看的衣服呀 什么好看的电影啊 哪有好吃的东西 然后没事 就一过节就发红包在里头 这等于戏里面 五个女孩的这个友谊 越来越升华 戏外 因为你们几个女演员也是这样子的 对 这挺难得的其实 对 就像侯大大他们都挺感动的 哎呀就是 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五个女孩子在一起 还比你闹成什么呀 对啊 你怎么平衡啊 三个女人的一台戏 这五个女人 我们真的从来没有过 就是谁不高兴啊 或者是有比较啊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五个女孩子 分别在不同的年龄段 然后演的不同性格的人物 你每个性格的人物相中有你的道具 你的服装什么的 这个就该是什么样的人 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什么的 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大家都相处的很好 而且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演员 真的是演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格 这个我觉得是 是真的是咱们这个戏最成功的一点 这个群在拍戏过程中 像你们经常这个 分享一些这种好玩的啊 有意思的事啊 现在呢 比如大家已经不在一起拍戏了 这个群还是很活跃吗 天天都在聊天 就自己进组了 自己现在戏了 我们就拍剧照给大家看 或者自己角色的问题 我们都会在里面讨论 然后我经常会说 哎呀我觉得我自己 就演得不好什么的 然后所有人都会来鼓励你 我好像对你有点好感了 本姑娘这么有魅力 你对我有好感是正常的 啊 拍摄欢乐颂的过程 与王子文最大的收获 就是戏里戏外 结识了一些好姐妹 而生活中她也是 愿意交朋友的人 但不同的朋友 在她心中有不同的位置 我朋友都很多 但就是有一些很近很近的 有一些差不多近的 在我心里中 我可能就会把他们 放到每个房间去 有一些是成都的朋友 有一些是北京的朋友 我觉得姐妹近不近就看 就是大家经历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 经历的多不多 你经历的越多 可能感情就会越深 嗯 然后或者是两个人特别像 就是价值观也像 审美也像等等 都像两人自然也会比较近 所以你的朋友的类型 一种是非常像的 也有这种互补的吗 就完全不像的 比如说像这个 这五个女孩都有 我的朋友什么样的都有 嗯 其实我觉得朋友就是 五花八门的是最好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 他们可爱的地方 就每个朋友 他的性格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我滑雪 我会找去帮滑雪的朋友 然后我看电影 或者我看话剧 就有帮看话剧的朋友 玩艺术的朋友 所以就朋友不一样 所以其实从不同的朋友身上 可以发现不同的这个特点 然后对自己 也都是一种吸取和影响 嗯 比如说像王硕 他属于什么样类型的朋友 他属于良事与有形的朋友 嗯 因为像这样的 我年纪就是这种年长的 然后这种有文化的朋友 我还挺多的 比如说像小米儿姐 苏小米儿姐 或者是刘索拉姐姐 对 他们都是属于那种 老一辈儿艺术家了 我还挺愿意跟他们 就是这种大哥哥 大姐姐们在一起待着的 因为你真的是受益匪浅 就最开始我去 刚认识他们的时候 真听不懂人聊天 真的完全不让人在聊什么 很多就是在他们眼里是小朋友的 就我这我这个岁数的人都在那听 大家都愿意跟他们聊天 就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是这个影响就是潜移默化的 不时不觉就被感染到和影响到了 对你听到了很多 你在平时听不到的一些 就是立场一些观点 而且你自己会去吸收 因为这些东西往往你可能 要读海量的书才能看到的一些东西 一些金字名言啊什么的 从他们嘴里好像很容易就蹦出来的感觉 怎么就是我说我这辈子 怎么都说不出那么好听的话呢 就你平时可能很难得 能吸收到的一些信息 从他们的身上就能捕捉到 所以经常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起聊天 所以我记得 是你之前不是就说过吗 王硕是你的精神枕头 那他是太多人的精神枕头了 对我记得他曾经说过 我怎么老当人枕头 怎么没人当我枕头 对啊自明他太高了呀 因为就是他站的角度 高度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他还真不是所有人眼里认为的 就是只是一个作家而已 他远远高于大家对他的身份认可 所以很多很多他身边的人朋友什么的 都愿意跟他聊天 都愿意跟他分享什么的 然后听他的一些意见 他的高处就是他永远会给你一个 你从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 而且你会觉得真是为什么真对 对非常受用 非常受用 就是可能是我们阅历也好 我们的文化水平 或者是你自己的资历也好 就是你的程度 你的见解和你的视野 就达不到那个程度 所以你每次在看到那时候 你会比较局限性 在跟大家说一件事的时候 他会给你另外一个角度 你会觉得是为什么我想不到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对 所以这就叫捅破那层窗户纸的感觉 我看子文你现在也读书 读的类型很多 所以也跟这些良事易有有关系吧 多少有点吧 因为要不看书好像 没法给人做朋友 但是我个人 我从内心我是觉得说 我是喜欢看书的 而且我需要看书 就比方说 我比如说有一阵不看书 我都会觉得我好像缺了什么 你觉得缺了点什么 对 真的是这种感觉 你这个经常也在微博上 会分享一些 你看过的一些书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种积累吗 但是我可能看最多的 还是小说里的书 因为我看的一般 有一些什么政治乌托邦的书 其实它也是属于那种 没有说是学术上的去跟你讲 它也是一种小说的方式去说的 但是我还是看的比较杂 包括像这种类型的书 智慧的植物 这书是我特 这个看过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我来 我有好多曾经 就是我很多的一些信息 得到一些知识 都是从这本书上得到的 是 它写的还是比较通俗化 就是类似一些科普的东西 它也能用比较通俗的方式 讲给你 它解答很多人的疑问 包括比如说你想知道 就是你的疑问 比如说为什么玻璃摔在地上的声音 就是你可以记你的问题去 让它会去每一期去抽一些问题来回答 对于一些好奇心比较强的朋友们 我是力推这个 所以你看从看书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发现 你跟曲萧萧这是最大的不同 对 我朋友特别动 粉丝们居然发出过以前看王小波的一本书 是 然后说曲萧萧你不是看过王小波 你看过他哪一本呢 《黄金时代》我这里 嗯 《黄金时代》我看过 亲爱的迈克贝斯夫人 您的双手也并不干净 不是 欢乐送中赵医生与曲萧萧闹分手 就是嫌弃她没文化 两人沟通不在一个频道上 通常所谓的门当户对 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 都会导致不和谐 所以一向自信的曲萧萧面对赵医生时 总是少了几分自信 你又说不出来 你又告诉我有趣的概念 我得把任期打开的案例 太有趣了 生活中的你 比如说对自己另外的一半 你会很在意这种精神上的沟通吗 当然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赵医生 是肯定的 就是两个人在喜 除了就是吃喝玩乐以外 你很多是通过沟通 来碰撞一个价值观的一个 就是一个认可 我觉得两个人一定是价值观上认可了 就很多事都是不谋而合的 是同样的观点 因为有些东西观点不同的话 会造成很大的矛盾 所以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也是两人走到一起 尤其是建立家庭的一个 首要的一个前提 当然我觉得是 其实但那个赵医生 其实是跟曲潇潇非常像的一类人 曲潇潇喜欢赵医生 也像安迪所说的 就是无非是点缀了一点文化 就是你身上没有我的东西 是 赵医生呢 也喜欢曲潇潇 是因为他骨子里 其实是曲潇潇这样的人 他没有像曲潇潇这样活 他觉得曲潇潇活得有趣 活得洒脱 他是欣赏这样的姑娘的 所以看似他们在这种品位上 差了那么一点 但是他们是一个互补型 也是让他们走在一起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 所以他俩应该是 距离最长情的一段 最长情的一段情侣 三级下来都是他们俩在一起 因为曲潇潇什么 他物质啊 他是不缺的 所以呢 他对赵医生的这种 外貌比较看重 也是情侣之中 就像所说的 我什么都有 你只负责帅就行 对 我不需要你再给我什么 你就 让我看着你高兴就行 对 这是一个自信的一个女孩子 就是一个 就是自己独立的女孩 独立自信的女孩 才敢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而且因为他独立和自信 他并不觉得 我去主动追一个男的 我会就矮人三分 或者是他丢面子 他心理建设也是很充分的 曲潇潇 他是属于主动性的 我喜欢我就要告诉你 我喜欢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我就要努力让你喜欢我 这是曲潇潇的一个就是特点 那生活中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你未必敢去主动去表达的吧 我比较害羞一点 我真没他怎么办 他挺极端的我觉得 但其实这并不是不好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都羡慕他 另外也都希望自己能表达 你看你这个时候 14年的时候写过一句话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应该说出来 生命只是时间中的一个停顿 一切的意义都只在它发生的那一时刻 所以不要等 不要在以后讲这个故事 对 这是我摘抄的 对对 当你摘抄这句话 是不是也是希望自己或者是别人 就是有爱还是要表达出来 对我认可这段话我觉得 就是你不去尝试 你怎么知道你失去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爱这个东西 也要懂得 懂得去爱对方 因为很多人 其实不太懂得爱 往往其实拿着爱的一个 借口去伤害对方 所以我觉得 首先 两个人在一起 要学会爱对方 然后给对方足够的信任感 然后让对方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其实最开始我自己 有过跟很多女孩子同样的问题 就是吃醋的问题 对 而且有些醋吃的挺莫名其妙的 但后来有一天 我突然觉得这样是不对 首先我自己在想 他做这件事情 是否真的是伤害到我了 我一细想并没有 只是我自己的一种不好反应 不好的心情 让我自己不开心了 所以我后来 我一直在反省自己这个问题 每当我一旦一开始这种事 发生的事 我第一次在想 这醋我是能吃还是不能吃 是无理取闹 还是说我有资格吃这醋 所以我要去判断这个东西 可是这一点你说你是一个改变 但是我还挺羡慕你的 就是你吃醋能表达出来 因为大家都说 女孩子心思你别猜 有很多吃醋了 但是不表达出来 然后呢 其实也是各种发现 我这也是先拧巴他 你知道吗 你拧巴他你咋了 我吃醋我怎么了 然后我就告诉我 我什么事不高兴 我也会直接跟他说 但是我后来我就会反省 这样不对 就是我不能太自私 因为很多情绪 其实因为自私 并不是因为你爱他 这一定要分清楚了 就真正的爱 并不是说 你要完全 那么在乎 你自己的感受的 就很多东西 你要去在乎别人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 才是一个真的爱对方 懂得会爱对方 像曲晓晓跟赵医生 比如说有一点 我也是觉得他特别可爱的 就是他这个偶尔撒的娇 那种小的互动 温情的互动 就是 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这就叫什么 花式接吻 对 风表动作这么激烈呢 你看看 这姿势 这动作 居然美女就是好看啊 小妖精 这就你让我跟小妖精学的东西 因为这个戏里面 你没发现 可能其他的 几个女孩子谈恋爱 都没有这种戏 那一个一部剧里面 要没这种戏 是不好看的 所以一定要在一个对情侣去设计 这方面的一种恩爱甜蜜啊 什么的 所以就是曲晓晓跟赵医生这一对 最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可能摸摸头啊摟一摟亲一亲啊那种感觉 对 但生活中你是一个爱撒娇的人吗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会撒娇的 是吗 你还得分人 因为有一些男孩他们就挺不喜欢女孩撒娇的 那有一些男孩就特别吃这一套 所以就是看人下菜叠吧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跟镜头前的女孩子说一种 是哪会学撒娇也是做女孩子的一种艺术 对 就好比《道德经》里面曾经说过 这事实上最坚不可退的东西其实是水 你硬碰硬硬 你永远都是女孩子是占下风 所以我觉得聪明的女孩是用另一种方式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对 虽然可以跟男朋友撒娇 但王子文却做不到跟父母撒娇 所以《欢乐送》中有一场戏很触动她 就是当曲潇潇看到樊胜美父母带给她的压力时非常感慨 于是特意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我爱你 但西外的王子文却称到现在她还没跟自己的父母当面说过这三个字 我爱跟你说话 怎么着 爸 我好爱好爱你 怎么办 我现在才知道你们对我好的没有道路 真的是说不出来 就是我相信如果我爸爸妈妈就从小到大就把女儿我爱你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觉得我非常自然地说出爸爸妈妈我也爱你 但是我就没听过 因为我父母也是那种就比较传统的那种 就难以启取 比较含蓄 很含蓄 所以到我这我也觉得就好像被绑架了这句话 就你说不出来 但你内心就其实特别想告诉他们 对 但是我觉得紫薇你那就是在母亲节那天 你虽然没有用嘴表达出来 你用文字写出来了 就说了这个我爱你就如同你也爱我 妈妈看到了吗 妈妈不知道 她是没微博 对 你也没有在这个微信里面跟她说是吧 没有 因为觉得很奇怪 你觉得说出来 就觉得 不好意思 你可以对任何人说 我可以对小动物 对别人 什么都能说好 就是跟我爸我妈说出来 是啊 我记得你说你从小都不跟你妈撒娇 是吗 不撒娇 而且你是从小的时候就比较逆反的 有的时候就愿意跟妈妈对着干 是吧 比如说妈妈给你买的衣服 本来好看你也觉得不好看 倒不是 是因为两个人的观念不同 那个时候可能觉得我爸爸妈妈并不是很了解我 他们只是用那种传统的大人对着小孩的方式 那作为我呢 我就不接受 其实很多小孩可能性格稍微文静一点 内敛的小孩也就是听话了 那我又是属于那种比较可能性格上 不是那种特别乖的那种 我觉得你不应该对我加以干涉 其实小孩子不像大人想的那么简单 其实小孩子内心是非常丰富的敏感的 而且自存心极其的强 所以其实在跟小孩子交往真是一本学问 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们也年轻 他们也没有研究过这事 所以他们做的确实也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对女儿来说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的父母 我们都是会去原谅他们的 因为你这是全世界最爱你的人 真的 就没有一个人才能比他们更爱我 所以那个时候你跟妈妈可能都很苦恼 你有自己的一堆的想法 那妈妈也还说 那我难道不是为了爱吗 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 你还不听我 对 就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 反正我一路成长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难过 就是你如果说真的要知道她 听她的话句做的话 你会损失掉很多你自己的快乐 比如说玩这事儿 你一定要让孩子尽情地玩 这是每个小孩的本性天性 对 如果你阻止她去玩 她玩都玩不好 还能学习好 我觉得玩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学习并不是在一个书本上 在学校里 所以我觉得我对一个小孩的理解和 就从小啊我认为 就我跟我父母是有一点出入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理解我了 小时候 但是你发现你是在什么阶段 开始学会了跟这个父母的沟通 而且对妈妈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来北京工作以后 你渐渐你自己长大了 就是而且特别是又是跟父母 就是分开了很久 就不是像以前天天见面 比如说我一年回去一次 或两年回去一次 就是你在看到你妈妈的时候 你会觉得突然一下 就好像你错过她很多的时间 就是她突然就老了挺多 就这个让你就真的挺难接受的 就是我觉得时光飞逝 就再没有比这个更让人 就是很伤感 伤感的事儿了真的是 我看有一天你也是 在读三毛的一篇文章吧 就是她写篇文章叫背影 是吗 你看散文里对妈妈的歉疚 与我此时的感受交相恢应 当时你是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读这篇文章呢 我就是睡觉前床上躺着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文化 跟外国人的文化之间的不同 外国人他们好像就特别能够坦然的 说出自己的一些 表达自己现在的开心跟不开心 爱不就他们都很自然 就我还挺羡慕的 我们中国人的情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讲究的是含蓄 就是给收起来 给藏起来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痛苦 我愿意 我是那种很直的性格 我不太愿意什么事儿装心 但你刚才说很少跟妈妈撒娇 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撒娇的举动啊 就是你看了这个恐怖片 跟妈妈挤了三天被窝 真的啊 我没撒娇了 我就是拿着枕头就挤进去 而且就是我不行 因为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 都这样 只要看恐怖片 一定钻他被窝 他都习惯了 只是觉得你都这么大了 还钻呢 说你能别看了吗 那你就是觉得妈妈的被窝里 是特有安全感 说实话啊 真的有安全感 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 这种安全感是那种心理的一种安慰 就你就闻到它身上那个味道 你知道吗 它那个味道我觉得从小到来没变过 虽然它呼出声音巨大 但是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爱 这是一种安全感 对 像刚才子文你说 曲萧萧其实她 她的家庭有重组啊 对她的身心也会有一些影响 那比如说你自己的家庭 因为从小也算是单亲家庭 对 对你的成长这个影响很大吗 当然是有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利弊可说 因为什么事情都是有利有弊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接受 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 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成就环境造就了现在的我 造就了现在我现在的一些优点和可爱 也造就我现在身上一些不足 我觉得我通通都接受 因为即便是父母是离异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爱我的 我觉得有足够的爱就是OK的 我并没有觉得说我有缺失太多 只是说可能性格上会造成一些影响 对 更敏感一点 对更敏感 更独立一些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会自己特别渴望有家吗 比如有一个自己很温暖的这种家 就是我没有觉得说我没家 我觉得我和我妈妈在一起生活 那个就是我的家 而且我在我们家里也算是掌上明珠 妈妈也是对我百般呵护 所以家庭温暖我觉得我是够的 欢乐送的热播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喜爱王子文 一部分观众就是由曲潇潇开始认识她的 也有很多人记得她是电视剧《家的恩赐方》中的奇奇 和《男人帮》中的潇潇 其实王子文出道已经十年了 拍了近三十部影视剧 其中包括《唐山大地震》和《1942》等电影佳作 只是近两年她放慢了脚步 作品比以往少了一些 以至于很多人为她没有趁热打铁而遗憾 这两三年其实你是放慢了脚步 这是你主动选择的呢 还是被动的 我觉得是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觉得演员是需要自己去沉淀 然后学习跟进步的 如果说就是一味的每年都是这么拍拍拍 我可能我觉得我会迷失自己 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个时间去沉淀一下 然后思考 然后学习 然后也有拍戏 就是说没有那么像之前 就是精感慢感的 就是好像什么戏都去的那种 其实每个演员都会面临红与不红这样的困扰 所以怎么看待这个红与不红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困扰 只是说可能受到关注更多以后 就是机会会更多 就是你选择的剧本会更多 话语权也会更多一些 对 但是相对我就会发现就是时间会更少 当然 就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就是你给自己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刚进入这个演艺圈的时候 还是那种要明星梦啊 想要红啊 那个时候还蛮强烈的 有吗 对 应该是有 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当演员 都希望自己有一天被所有观众都认识 然后被所有观众都喜欢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就是 我能看到我演的一个角色 我能带给你们那么多的快乐 然后呢也能带给你们那么多痛苦 所有人都叫我取消消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成就感 就是我塑造的这个人物 被你们所体会到了 被你们认可了 而且我觉得红也是把双人间啊 就像哎 关注到了你了 然后你可能得到的东西也会更多 但是呢失去的东西就是说 你越来越来越自由了 对 就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 对 能量守恒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 就所有都是一半一半的 没有绝对的好事跟坏事 因为你做不到 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自然会有一些不喜欢你 所以你要去承受 就是承受别人的赞美 承受别人的不好的一些话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需要每一个演员 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素质的 对 这个心态的调整 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功课 总会觉得你是善于思考的人 也会经常比如说给过去的 走过的每一阶段做一个小节 也就是自省也承受 会 比如说这段时间 你密集在做这件事情 那段时候 你密集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过了这个阶段 你会觉得 你会去回头看自己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有什么不妥 其实这就是成长 从小我就会有一些问题 会问到自己就是我是谁 我在这儿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为什么要工作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为什么要有朋友 就很多问题 我会去问为什么 就是我是一个还挺愿意去挖掘问题本质的一个人 我看你每一年也会对自己有不同的愿望 我专门注意到了你近三年的这个愿望是很不同的 还记得2013年你的愿望是什么吗 完全不记得 我学会不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 当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让你写这句话呢 就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就行了 其实就是觉得说 生活就是标准在自己手里 不是在身边的人的手里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跟每个人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做自己就是 因为你只能为你自己的快乐买单 人家快不快乐你体会不到 你只能体会你自己快不快乐 所以我觉得就是遵循自己的一种想法是最重要的 听从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 对 其实徐潇潇就是一个很自我的人 就我特羡慕他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愿望可以跟大家共勉 就是勇于去做自己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14年的愿望 《来生忘能活在宫崎骏》的故事里 我很喜欢他的动画片 片里没有丑陋 他没有坏人 没有攻击性 你觉得那一切都是美好的 颜色都是五彩斑斓的 我觉得我就特希望自己是能在那生活的 就是对 向往那样子的一种世界 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愿望是 越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特别渴求的 是不是 对 因为你看到的丑陋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就是想去寻找更多的美美的东西 那我们再看15年的愿望 2015年希望自己能像少年一样去爱 像成人一样克制 所以你看子文你是个对自己我都有要求 有约束的人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我觉得我渐渐觉得自己越长大了 越反而不会爱了 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谈的恋爱 真正谈恋爱可能是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好无任何杂念 我觉得那是纯粹的 就是你都不知道你这个男孩子为什么吸引你 就是那你就觉得 哎呦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他 而且你好你的世界除了他没有别的 所以其实也能看出矛盾来 但是呢你除了这种义无反顾的 希望我们自己像小的时候那种去爱 但是希望要有克制 对 其实我是觉得说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克制是越来越多 就对自我的克制越来越多 才反导致自己好像不太会爱了 因为你时间久了 你也习惯这样去生活 习惯这样对待自己跟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但是我没有找到你16年给自己的心愿 16年你的愿望是什么 16年我希望能把 曲萧萧第二部演得更好 因为第一部确实我也觉得是还有不足 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我们五个女孩子都会努力 所有演员也会一起加油把《欢乐送2》拍得更好 然后不会让大家失望 我相信会比《欢乐送1》更好看 还有其实子文 我就觉得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中 其实他也都会有一些变化的 所以我们也列举了一些变化 你看哪些是你有的 越来越喜欢阴天 这个你是吧 我觉得我是越来越喜欢雨天 下雨 雨天 我以前就是喜欢大太阳天 就天气好 心情就好 现在我越来越喜欢雨天了 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看电影 一个人旅行 有吗 没有 我还是喜欢跟别人一起 我看书什么的喜欢是自己 但是如果说是看电影也可以自己 但旅行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存能力 有点不太好 就自己就是很多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处理不了 所以我还是愿意跟着朋友一起有个伴 还是胆子小我觉得 是 越来越乱家了吗 对 越来越乱家了 所以你现在回家的这个频率是怎样 每年 回成都的家 还是不多 在心里会想念 更多的想念 对 累点越来越低了吗 对 上一次哭 还记得吗 什么时候 昨天演那场戏我就哭了 戏外呢 戏不时的我都会自己哭一哭 我很感兴 有时候看到一些戳中你心窝子的话 或者是一些感人的故事什么的 我都会流点眼泪 笑点是越来越高了吗 没有 我觉得我笑点也越来越低了 是吗 对 越来越不喜欢过生日过节 这个我的感受是特别强的 也不是不喜欢嘛 就是懒得张罗 就是觉得麻烦 也没有说不喜欢 就不像以前 你觉得说这个时间 一定要跟一大部分朋友一起经历 现在倒没有这种想法了 像我觉得女人来说 比如说现在不喜欢过节过生日 总会觉得随着年龄增长 越来越老一岁 然后尤其年龄越大的时候 可能越有这种危机感 这种你还没有呢 我并没有觉得女人年纪大 有应该有危机感 因为我觉得其实 人是随着年龄才活得越来越有韵味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魅力 不是在于脸上有没有辙 真的 就不是在于说你年不年轻 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短暂了 我觉得我现在比我以前可爱 比我以前美 因为你时间的沉淀 是肯定是沉淀 滤掉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当然时间会夺走一些属于你的一些 曾经的一些天真或者是一些 稚嫩的一些东西 但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珍贵 它应该就要走掉 因为我 我相望让我自己活得更明白 对 我相望让我自己就是 是会越来越丰富人生 因为我真的认识一个就是 五十多岁的像就是索拉姐姐 她太有魅力了 我觉得女人为什么要怕自己年纪大 这个我觉得吸引你的并不是你的青春 但是大家印象中会觉得女演员 都会很在意年龄的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一个看脸的这样一个时代 其实我觉得每个年龄 有你每个年龄该做的事吧 就是每个年龄也每个年龄属于你的角色 只是我觉得到什么年龄 你就也适合自己年龄的角色 没有必要去为这种你控制不了的事情而发愁 这个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 这都是公平的 我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有天可能我不适合再做演员了 我也不好看了 也大家观众不愿意看我演戏了 那我就不做这个行业了 我生活中还有别的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所以与其恐惧是不如接受 或者是发现自己不同阶段的美 我反而不觉得我以前美 我反而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好看 王子文有一段经历 大家可能知之不多 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 曾被韩国公司选中作为歌唱组合 在北京和韩国分别培训过 虽然最后组合不了了之 但这段经历对他是一种才艺积累 所以最近他参与了热播歌唱节目 跨界歌王的录制 不过现在提起16岁那几个月的魔鬼集训 他至今还心有余悸 就你没有自己的时间 你从起床那一刻 你该干嘛的时间全都给你安排好了 所以除了你睡觉那点时间 是属于自己的以外 其他时间都是你都要听安排 还不能打电话 所以跟坐牢似的感觉 但中途那个时候有想过放弃吗 有 其实我是一个意志力很薄弱的人 经常会有放弃的念头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必须要克服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东西 会阻碍我的成长 所以我经常会自我去克服懒惰 放弃这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你一个人在你最艰难的时候 可能才是你的成长 其实是件好事 如果我一直无忧无虑 好像是世事顺风得水 其实证明我是在走下坡 就容易是一个下坡路 难才是一个上坡路 我觉得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你内心的小宇宙 还是蛮强的 我觉得我算是个坚强的人 包括后来就是北京两个月之后 又去韩国又培训了一个月 那个时候经常有被淘汰 尤其是这个团队里的韩国的成员 也经常被淘汰 所以当时自己是不是也很忐忑 危机感会很强吗 一直都有危机感 就是说这个组合在当时在培训的时候就说了 谁要做的不好 唱的不好 跳的不好 随时走人 我们就换新的成员 就是你一直都不断的在 就是就害怕自己 有一天就是被轰走的那个人是自己 其实一直都是一种危机感 所以人的成长都是从不同的这个方式 和这个渠道来学习的 我觉得跨界歌王呢 就可以这个展现你之前那些才艺 说实话就心里真是打鼓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唱好 而且我没有唱过线 我唱过一次现场 那次就很失败 你就太紧张了 就是你根本就唱不上去 反正我个人觉得我的声音 其实声线就是天生的那个 是水平一般 属于中等 所以其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种训练跟找音 因为我的声音就是挺多种的 有一些有时候很低有时候很高 有时候很贱有时候很粗 就我的声音不是一种 在一个稳定音调上的 所以我唱歌就对这点来说 对我来说也是 我一定要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位置 因为王子文是成都人嘛 所以录完节目之后呢 我们跟他一起去吃了四川小吃 在我眼里呢 王子文既有川妹子爱送分明辣的一面 又有北京小妞直爽开朗独立自信的一面 成都小吃里面你最喜欢吃什么呀 酸辣粉 酸辣粉 对 水饺 淡淡面之类的都挺好吃的 淡淡面 对 小包 好多都挺好吃 是的 所以是美食之城嘛 对 那你从成都来北京那个时候是多大呀 挺小 挺好的 十多岁吧 十多岁吧 就是不拍戏的时候你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生活 不拍戏的时候也在北京多一点 多一点啊 因为还有别的工作 如果不拍戏可能还会有通告宣传 就会有一些别的事 像家乡给你现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你想念成都可能第一件事是想念成都的美食 那现在你妈妈她是在成都多还是跟你在北京啊 成都多吧 成都多啊 成都生活来说还是舒服的 但是小的时候在家乡生活可能对家乡没有更多的认识 比如说在北京生活时间长了 再回到家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变化吗 现在成都变化非常大 就是我基本上都不太找得到了成都的地方 真的啊 非常大 你平时应该算是吃货吗 我吗 我还好吧 我觉得我饿了 只要是饿了 太饿了 没吃晚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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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